2016年,特斯拉因资金断裂,苹果库克特地给马斯克打了通电话 表示愿意收购特斯拉公司,助其走出困境 马斯克回道,收购没有问题,但我要做苹果CEO 听闻以后,一向文质彬彬的库克用他们的国粹问候马斯克 然后愤怒地挂掉了电话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,崛起于硅谷 他既不是富二代,也没有背景后台 9岁那年自学编程,12岁设计游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7岁,他移民加拿大,种地搬砖他都干过 99年通过互联网创业成功后,投身热爱的制造业 2002年创立SpaceX公司研发火箭 2004年投资克斯拉造电动车 经过多年来无数的磨难与挫折 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身价突破3000亿美元的来源 白手起价的世界首富 9月12号,马斯克亲自参与的著作《埃龙马斯克传》 全球同步发售,该书已经出版,变火爆商圈 有人预测该书的风拟程度可能会超越乔布斯传记 而这本书正是由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·埃萨克森传写 他是真正的传记大师 当年乔布斯点名要埃萨克森给他写传记 为了力求真实性,他把乔布斯混蛋的一面也展现了出来 除此之外,埃萨克森还写过爱因斯坦传 富兰克林传,达芬奇传等等 而这本书的翻译作者也讲到 他领先于这个世界99.9%的人 作者跟踪采访马斯克整整两年 采访了马斯克曾经的同事,家人,亲戚,包括他的竞争对手 而且要求马斯克不能干预他的任何创作 他把马斯克整个人物的性格暴露得一览无遗 包括他负面的内容,以及他的成长,学习经历,具体的工作 做事和思考场景,怎么与人交流 怎么安排工作,怎么一步步实现想法 可以说,整个地球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马斯克传记